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段美妙的歌声 有请 上天悄悄的注定 你是我今生宿命 习惯人潮的拥挤 红灯亭绿灯星 双手背下意识的握紧 像每天云淡风起 我在沙发到天明 一句温暖的定铭 升过热茶点心 困在迷途给我指引 勇敢走下去 谁读懂女人心 有时走走停停 难选择的天心 幸运的有你碰在手心 有一个肩膀让我靠近 谁能动女人的心 有太多的剧情 有太多的剧情 倾诉给谁听 幸运的有你给我回忆 经过多少等待 才能有你入怀 除了你之外 谁来证明爱存不存在 谁读懂女人心 有时走走停停 难选择的天心 幸运的有你碰在手心 有一个肩膀让我靠近 经过多少等待 才能有你入怀 除了你之外 谁来证明爱存不存在 哇 哇 谢谢 富岐老师好 谢谢 我们非常好的朋友 对 这是我们从小就是娃娃亲 真的 后来我们一下失散了四十五年 歌真的是特别的好听 特别好听那首歌 特别好听那首歌 特别地好听 这是一个好的剧 有好的音乐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 它有好的故事 所以你在去演绎的时候呢 可能你就会被 它的故事触动 然后也会有自己的 很多的很多的感受在里面 你跟这部剧 到底是有什么关系 你在里头演一个 你演什么角色 我最大的关系就是 她叫太太万岁 因为我也结婚了 不是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是我们最大的悲哀 这个电视剧叫 太太万岁 你把我们都说 这皇上才是万岁 这个太太万岁 是不是对咱们男人有点 我觉得你太大男子主义了吧 没有 我觉得太太在家 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特别是中国的女人 大老爷们一回家 好了 回来了 那个饭好了没有 给我茶什么洗脚水 对不对 你是这样的吗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 咱俩都认识那么多年 认识那么多年了 这个开个玩笑 其实呢 陈铭的歌 是种让人上瘾的 对 我最早听的是 快乐老家 是不是 唱两句好不好 好 来 我所有的一切 都只为找到她 哪怕付出忧伤代价 也许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 明天就能够到达 我还有一首歌 除了快乐老家 我最喜欢的那首歌是 《等你爱我》 对对对 哦 这个我还年轻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 她就在等着别人爱她呢 对 那太好了 你这首歌算送给我的女主持人 好不好 好好好 来 鼓掌 但你爱 爱我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但你爱我 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 太后听了 我知道为什么那个太太万岁 现在热播 收视率这么高 完全跟严妮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跟导演啊 剧啊 演员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因为你 就是因为你唱这首歌 这部剧才在全国热播 就因为你唱这首歌 我下去了 严妮还没来呢 严妮老师就站在下面 就在下面坐着呢 一会儿她要上来 你看你怎么说 就是因为你和严妮这部剧 才活了起来 其他人没有 都在后面 都在后面 导演都在 这是一个群星会醉的电视剧 唯一的瑕疵就是没有带上我 没有台词你也不介意 我抢气没问题 这个说到这里呢 我们也要把另外一位主创请上来了 好 因为这部剧主要是靠你 你和他嘛 是不是 来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我们的严妮大美女上场 如果你要是能当上集团韵明总裁 都因为我 为什么因为你啊 因为我忘夫啊 我长到多么忘夫啊 我忘你忘你 忘popom 是不是我老了呀 對她變成吸引力了 你得有點情趣 老公 你看今天有成不一樣嗎 初級難好吃 我沒說錯了說的是我 老公 結婚十九年不快 好 你好 你好 元妮 你好 本來想擁抱 但到了陳明倆就不好了 我 你們擁抱一下 是是 元姐好 你好 你好 剛才我問陳明 在這個《太太萬歲》當中 你這出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 她說她沒參與什麼主要的角色 只是唱了首歌 是真的假的 主要的是元妮 她是我特別喜歡的演員 您覺得元妮是個什麼樣的太太 其實我們見面是沒有那麼多 對 這樣這麼近距離的大家見 我都是在屏幕上看她演戲 閨蜜之際不用天天見 最愛的人不一定天天見 我已經有一個月 沒見到我的夫人了 好像我們兩個人的家鄉 離得不是很遠 在哪裡 這個我們得八卦一下 我在陝西 我在河南 對 所以我們 所以肯定 還是有很那個 相同 都是中原地方的女人嘛 就是可能表達什麼情感什麼的 都還有我們相像的一種地方 吃麵呀什麼的 都是在吃的什麼樣的 一方水土羊一樣的人嘛 所以 我天啊 我不難為你了 那個她的歌你喜歡嗎 當然了 你會唱她歌 跟我走吧 然後她是一直走著 對對對你看看 你看看 我們對這個歌呢 詞記不住 反正你這是老街上 在高速路走是吧 對一直走著 那個時候還是很新穎的 好像仿佛那種新的生活 向我走來 是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好 你知道她是在哪條路上走的嗎 這個不會 好我再提醒你 跟一個野生動物園有關係 飛機場 飛機場旁邊能有野生動物園嗎 你想想老虎 巴達嶺高速 巴達嶺高速 因為說高速我就想到飛機場了 但是還沒有開通那個時候 那時候也沒開通 哎呀巴達嶺高速 他陳明是唱的這首歌 你覺得這首歌為之部劇 天不天才 是加分還是加分還是更加分 我覺得還是很貼切的 貼切 貼切這首歌的 是 所以你也同意太太萬歲 對 好 那咱們就留下來好好聊聊 好 陳明 跟我走吧 我們下次見好不好 好 這次你不能跟我走 你要留下來 這次我都不能跟我走 但是我的心你知道 是永遠屬於那個歌聲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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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們歌聲的陳明 非常感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再見 分吧 陳明 太太萬歲 是在我們天津衛視 正在熱播當中 我覺得這是一部 教科書式的電視劇 為什麼呢 你看了它之後 我就知道男人應該 怎麼樣愛自己的太太 應該怎麼樣 呵護自己的家庭 對 所以我覺得這部劇的演員 不是演員 那是什麼 也不是明星 完全就是我們人生的導師 老師 導師 所以今天我們要跟教授 好好聊一下是不是 對對對 所以我們這這麼做 這四個學生 得叫閻老師 來 一 二 三 閻老師好 老師都不好意思了 我們上課的時候不是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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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老師 這個歡迎你來到天津 您會說天津花嗎 我 不太會說 這部劇 太太萬歲 您在這部劇當中的 這個塑造的人物和形象 給我們介紹一下 我在這個戲裡面 飾演葉舒欣 那是不是這個角色 也是人如其名過的 特別舒欣啊 舒欣就是人的一個嚮往嘛 我也說這個戲裡面 這個女人還最終是想 尋找到人生的快樂 可能她老公就是想讓她 在家裡面做家庭婦女 她還是想在社會上 找到她自己的一個位置 想尋找 因為她覺得 總是在家裡面 對於她來講 她的內心並不是 非常的快樂 是吧 所以她還是想尋找到 那份舒欣的感覺 在生活當中 是 你最舒欣的事兒是什麼 我最舒欣的事兒是 特舒欣 我最舒欣的事兒 哎呀 其實我覺得 很舒欣的就是 我還做了我自己喜愛的工作 我還 我這個人有時候也愛做夢 可能 生活中有時候 不可能實現的東西 還能在戲裡面 允許你去表達 讓你有這樣的一個經歷 所以我也有時候 大家也說我很迷糊 我也有時候想迷糊在其中 我說我是生活呢 還是在演戲呢 如果我的演戲 不是演戲也是生活 那我這個人 有多麼的多姿多彩啊 有首歌叫《異動的心》 我覺得是比較符合的 我當年 在十八歲入伍的時候 去蘭州的時候 我印象特別深 就坐著火車就聽著 江亦恆的這首歌《異動的心》 自開後張開旅程 又要談一個我想 這樣飄荡多少天 這樣孤獨多少年 從終點又回到起點 到現在才發現 那我們的導演特別貼心 給您拿詞過來 真的 我會嗎 我唱歌走調 《異動的心》一件件 《經過路過的人》 到底現在唱《經過的事》 還是《路過的人》 沒關系 不行 咱朗誦都行 啊 路過的人 我早已忘記 經過的事 已隨風而去 異動的心 已漸漸平息 疲憊的我 是否永遠 和你相依 是否十幾歲 這座火車就去了 對 因為我十八歲之前 我說過我都沒有離開西安 西安那座城市 我十八歲之前 連火車都沒有坐過 所以我好像一心是想要走出去 雖然我走得更稀了 就更往邊緣的地方走了 但是我還是很高興的 我記得 掌聲送給這段旅程 其實我真的看了好多妍妮姐塑造的 各種各樣太太的形象 對 或者是其他的銀瓶形象 是 所以妍妮姐你覺得 你這次演的這個葉舒欣 跟你本人像嗎 其實跟我本人還有像的地方 這個人吧 她的老公是想讓她做家庭婦女的 她也是想從這個家裡面走出去 可能跟我當年十八歲是一樣的 我對妍妮姐的印象也有好大的改觀 就是我之前在看的都是 改觀 你以前覺得她是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她就是那種 比較怎麼說呢 大氣一點 然後比較有決斷力的那種 女強人性的 因為包括很多銀瓶形象上 她都是我說了算這種類型 但今天我覺得她好可愛 她演過這麼多太太 你最喜歡她哪個太太的角色 我喜歡有一個是姐弟戀的 姐弟戀的那個 對 你們知不知道 對 生活啟示錄 生活啟示錄 跟胡歌演的 是嗎 對 那個太太你喜歡她那個形象是不是 是 所以我準備一定要追這部劇 我想看看兩個太太有什麼不一樣 對 那我們就是非常有期待 剛才上場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粉絲在喊一個什麼話 我知道 你來喊一遍 不不 你們再喊一遍好不好 我跟他們都沒有溝通過 但是我知道我喊上半句 他們就一定能給我有默契的介紹下半句 來來來來 準備 開始 世上女子千千萬 誰有天天最好看 我特別好奇這句話是怎麼來的呢 怎麼來的呢 怎麼來的呢 就是好看 其實這句話可以換成任何一個人 所有的女人都是最好看的 這也是我們的一種 一種 對 對 對人世間的一種呐喊吧 不管是誰 換成你 你就是最好看 換成我 換成他們所有的每一個人 其實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認為 因為可能我以前也一直都說過 我這個人 我那個時候一直在跑群眾的時候 我就給我周圍的人說 我說 麻煩你們都叫我嚴大腕 你們要叫我嚴大腕 有一天我就能拍到好戲 我就能穿大腕 我真的我身邊所有的人 那個時候我真的啥都不是 他們天天叫我嚴大腕 反正就是 有現在我好了 他們就說 是因為當年我們叫你的 所以他們也一直叫我 他們叫我好看 所以我現在好像越來越好看了 好像真的是 給你 這個問你個問題啊 你不能繞圈子回答我 好 你覺得你自己最美的是哪兒 最美的 可能他們還說我還是有女人味的 啊 這個算不算呀 對的 五官當中 你認為最漂亮的是什麼部位 我嗎 是 肯定是你 我沒有啊 我選我的鼻子 五選一嘛 鼻子 對 我的鼻子好像比較像我這個人 啊 我還在這裡說 鼻子怎麼能像你呢 就是好像因為 原來陝西都吃麵的都大餅臉 也是比較圓的 還是 比較 平凡的一個鼻子 我懂耶 你怎麼意思啊 但是我 我的鼻子高 我也高 我的鼻子也高耶 我的鼻子也高耶 我們聊多高 我的鼻子不矮 可是我也矮 哎呀 咱們不爭了鼻子 誰 你倒鼻子這個話推大 啊 鼻子 你的鼻子很漂亮 我這個算不算算頭鼻啊 不算 不算 反正就是有點 就是還是比較溫暖的一個鼻子 但是 所以說完溫暖的事情 咱們就聊聊這嚴尼的 完全是被鼻子掩蓋的個性了 我覺得她現在完全是 跟我們小娘的性格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是是是 對 因為顏尼我們知道 今天一起拍戲的時候 顏尼非常的準時 而且非常的早 工作狂 是最早來最晚走 而且對戲的要求特別的嚴格 應該算是工作狂 我們說的話 你能聽懂嗎 打了雞血 能聽懂嗎 就是會很激動的 然後從頭到尾都會很就是 很亢奮 亢奮 對 打雞血 顏尼姐還有個特別大的特點 就是說她人緣好 人緣特別好 那當然了 就整個劇組 就是只要您一進那個組 整個組就特別都喜歡 沒有我不喜歡你的人 是這樣嗎 哎呀 是啊 沒錯是這樣 假如說我們現在演這樣的角色 可能有的演員可能還會說 哎呀 我們知道這個戲裡面有你 我們覺得我們奔著這個戲來的 我可能還是喜歡喜劇 偏喜劇一點的 喜劇首先讓大家都要鬆弛下來 不要緊張 雖然他們可能 比如說可能人家跟你不熟悉的時候 看見你還會有一些緊張 但是你盡量讓大家鬆弛下來 才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 戲的東西在裡面 也是我們所想不到的 所以首先是這樣的一個氛圍 而且確實拍戲也有它 比較辛苦的地方 如果大家平時在一起都嘻嘻哈哈 就會覺得時間過得還是很好的 有它在大家就不緊張 對 而且不會覺得說有一個就是隔閡 就它很容易親近 對 非常的快樂 主要是我這個鼻子 有一個溫暖的鼻子 有一個溫暖的鼻子 咱別老聊好的呀 好 那你聊點 咱們聊點這個 嚴妮不為人所知的另外一面 你想聊什麼 哎呀 嚴妮是一個特別可憐的人 為什麼 太可憐了 我們老覺得 如果獨自地把它放到這個世界上去 第一 它會走丟的 第二 它會被人家給騙了 第三 它會把自己給弄暈了的 所以你這樣說完以後 我就跟你這麼說 我們演藝圈有一個外號給他 大迷糊 嚴的迷糊 哦 就是說嚴妮姐很迷糊 是 是 是 我不是挑事啊 我先問你 你是不是陸痴 嗯 陸痴 對 是的 嚴重陸痴啊 嚴重到什麼程度 嚴重到 我跟你就這麼說吧 你 她都不一定能走到咱們這兒來 嚴妮姐為了來天津露影 提前一個禮拜就出發了 今兒才到 今兒才到 轉世到 我跟你講 你要不帶著她 她不一定能回的月 我跟你啊 那都是好多年了 現在都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 現在是什麼呢 現在有百度地圖 有高德地圖 然後就 現在都挺好的了 你要願意用家鄉話講也行 我們想聽聽 聽不聽啊 聽 就是現在又低圖了 然後 然後我有時間錄一個陝西話的 哈哈哈哈 現在就給你這個機會 來 來 咱們開車 這到哪兒呢 到啥席來 咱聽聽言語那個 給咱倒號好不 好 來 開始 前面 請 請 請直行 啊 第二個紅綠燈優怪 現在緊過第一個紅綠燈 不要怪 現在 現在相優 靠邊 然後 乖乖起 乖哪兒 注意安全 請聽聽 聽聽聽 我跟咱們來一個證證 你用家鄉話 把那個給我們說了 來 魅州散萬二十一電二十分 天靜威師 群影輝 群影輝天靜威呢 群影輝天靜威的 群影輝我應該說天靜威 你天津来一个 我们上 我不会说 你给我教一下 我说一遍 现场谁会说天津话 你们不都是天津的吗 来来来 你说 来 上来 坐在严厉老师旁边 教严厉老师天津话说一遍 这给你一个机会 坐在严厉老师旁边 他不能摸他 不行 别别 你这 就摸 来来来 我们天津话 来 你先说一遍 欢迎大家每周三 好像你说一遍 我再跟着他说一遍 我跟你讲 看看严厉老师的模仿力 开始 欢迎大家 收看每周三晚 21点20份 天津卫视群影会 现在我们要给 严厉人极大的压力 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要录一个 重要的一个广告 这是我们的群影会 现在大家安静 严厉老师 不是天津人 但是我们的剧组的要求 必须说出天津话 如果你说的不好的话 整个剧组今天没有晚饭 三 二 开始 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三晚 21点20份天津卫视的群影会 好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给你个机会喝个瘾 来 好 太感谢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来 谢谢 天哪 这是他有史以来 在舞台上得到的第一个主动拥抱 就是咱们加个微信吧一会儿 回来 回来 还抱上瘾了是不是 这让严谨一突然发现我的皮革是不是不太好的 我特别好奇一个问题 你说 你说严谨姐说话也是这种很慢的节奏 然后你刚刚又说她特别迷糊 这样会遗传吗 对对对 那个她是有个女儿是不是 对 圆圆是不是 圆圆 圆圆怎么样 圆圆迷糊吗 圆圆肯定不迷糊 圆圆她录也不是特别认识 但她别的好像好一些 鼻子呢 鼻子呢 有没有一个温暖的鼻子 对 她鼻子长得还挺像我的 也是这样的 你们俩关系怎么样好不好 我不是小事啊 挺好的 好到什么程度 你不能说挺好的 你们在一起购物 对 就是反正好像 就是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聊一聊的 像朋友姐妹一样 对对对 我昨天因为从唐春飞北京 我说我在飞机上看到了一本书 那本书叫《百度人》 然后我觉得 就没看完嘛 就是借人家的 又还给人家了 但是我就觉得那本书特别好看 然后我就会给她讲一讲 刚好那个书里面的人也是15岁 我就想起我女儿15岁的时候 她也不在我身边 一个人在美国 那时候我就也一直在想着她 然后我给她讲那本书的时候 她说哎呀 你的这本书讲得特别好 我一定要来看这本书 女儿现在应该也长大了 对她18岁了 18岁了 因为呢作为我们男人呢 总是关注女人的未来的一些发展 这个未来将来 这个女儿肯定要嫁人了 嗯 你选女婿的标准大概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也不知道是谁 所以希望她能称心如意的就行 女儿高兴就行 对 希望她能找到特别好的那个人吗 个高的高度有要求吗 那个都没有 因为这个主要是看她自己的要求 看她自己的需求 也希望倾听她自己内心的声音 因为不像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 可能父母还会说 这个人要有多高啊 嗯 然后她是什么毕业啊 现在主要她自己喜欢就行了 自己喜欢就行了 嗯 现在怎么说 没到那天呢 到那天还不能孤成什么样呢 对对对 是不是 嗯 但是女儿的婚礼那天 一定要记住准日子哦 好呀 别到时候迷糕找不着路 哦 好 一定要提前几天就出去啊 哦 谢谢 部长啊 这个我 我还是舍不得她去聊下面的派对 因为咱们是太太嘛 对 我知道您和您的女儿都很喜欢 王妃的首歌叫《红豆》 是这样吗 红豆有时候 嗯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两句啊 有时候 大家一起唱 有时候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想去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会用吹不休 可是我有时候 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等到风景都看透 是你陪我看溪水 唱流流 对 一个拥有温暖的鼻子的人 和一个拥有冷静双眼的人 对 关系能不好吗 好呀 第一次成绩还挺不错的 跑了不到两小时我就回来了 以至于在那个终点接我的工作人员 都没看见我 眼里瞪着大眼都听了 他26嘛 他还小 那我们这个挺好的 这是他的作品 听不着假装目的不彩 这就是浪天给好的